來 今天要來開箱這個東西 居家的H310M H2.2 白龍雪簡易開箱的頻道 現在要越來越走越輝煌 因為我們在選購的時候就是 像我講的嘛 你自己可以開去看看 就沒有辦法開 白龍雪就是這樣的 把它呈現出來 給同學們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有 過來 這樣 我們先感謝這個 九月電腦的老闆 讓白龍雪來拍攝 提供資源 給我來拍 這光線有夠 你看不要這樣開這個好了 電容啦 他有用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因為我們一般在看 看這個 陳色在排列 我們會覺得說 雖然這裡比較有圖片嘛 但是 我們看起來覺得沒那麼鬆 我們就是把它 這樣子 用這個 簡易開箱的部分呈現給同學們看 當然人家借我們拍 我們也是要把人家 東西非常完美的扇帶 靜電帶打開 就這樣子 完美的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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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拖出來了 最主要的同學看 一般 像我白龍雪這個外行的在看嘛 就兩支這個 錠嘛 錠的插槽 然後 它的SATA是四組的 整個層列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USB這邊分布 PS2鍵盤滑鼠這邊 它有一個傳統的VGA HDMI USB3.0 USB兩個 然後網路卡 銀銷卡 這應該都是防暴電容 簡易開箱的部分就是 很原汁原味的呈現給同學們看 不會說一些封印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背面 背面就是 這樣 所以你說你在買主機板有沒有 你就可以來 點播看白龍雪這個影片 你就知道說 這一塊裡面是長成什麼樣子 就這樣 好 先放在旁邊 然後裡面其他配件 有什麼東西 開一開 擋板一片 最基本的 SATA的排線 在這裡 開一開後面 它有說明書 這麼說明書都是簡易的 就只有這些 你們看一下 就這樣子 一張兩張 這張是它的保卡 保卡在這邊 有序號我們盡量就不要拍到 才不會造成困擾 驅動程式 好 大概就這樣 好 謝謝